Hello,大家好,我是美亦,我生活在泰国青麦,这周六呢就是七夕情人节了,那我正好去苗圃看了一下,哎,竟然有一些菊类的叶片特别可爱,它是那种爱心形状的,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心愿菊吧。 你看这个就是爱心菊,它的叶片是成爱心状,中国的话应该是叫它心愿菊,非常有意思,你看它的叶片是这样的,然后根是黑颜色的,新长出来的叶片颜色就是相对比较淡,你看这旁边会有更淡一点的,我们再看看更小一点的叶片,就会更小, 它颜色就有点变,就黄绿色那种,新愿菊的叶片大概也就是五到七厘米左右,那它特别的小,所以呢,它非常适合作为礼物,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要介绍的原因,因为七夕节快到了。 那来说一下,它怎么种吧,如果你是要当作礼物送给别人的话呢,或者说是你收到的话呢,应该怎么种呢? 首先它比较不是很喜欢直晒的太阳,其实蕨类大多数都是这样子了,它喜欢明亮的啊,或者是间接的光线,像我们种的地方呢,就是有树木遮挡的,或者说是过滤的太阳光,像我们的苗圃就是,其实就是有树木遮挡的,没有直接的被太阳照射。 其次呢,怎么护理的话呢,就是要保持土壤湿润,注意是湿润,而不是湿,有的人会直接把这种盆子放在那个水坑上,这样子的话,这个就湿了,这个不叫湿润了,就会把整个根给弄坏掉,就是根会腐烂。 这个土壤是需要快速排水的,是让土壤湿润,而不是湿,你摸上去它是有一点湿的感觉的,这其实就是要求环境是需要高湿度的,那的确,这个新孕菊是需要环境有很高的湿度,大概是保持在60%到80%就可以了。 如果它没有很高的湿度的话,这个叶子是很容易萎缩的,或者是卷曲状,那如果你这个觉得叶子有点卷起来的话呢,那就怎么做呢,首先就是赶紧要浇水。 其次呢,就是拿一个塑料袋把它罩住,就普通的塑料袋就可以了,把它罩住,因为用塑料袋的罩住的方法呢,就是保持这个卷赶紧在一个湿度很高的地方。 其次,关于温度的话呢,这个卷大概是,在我喜欢温暖的地方,就是最好是15度以上的地方,现在我们是在泰国种,那所以泰国温度肯定是超过这个温度的,因为泰国全年都是夏天,虽然已经立秋了,大家也喝完了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了,但是泰国还是夏天。 看这个是卷的,新要长出来的芽,就要长得像酒一样,特别可,猫着我们的新芽就要长出来了。 这批新愿爵呢,是我们第一次做的关于七夕节日的城市,应该说是我第一次开始用一些营销的思路在卖爵,毕竟我做视频呢,已经做了一年了, 然后卖爵类呢,是从七月份才开始卖的,那个七月份已经卖到了一些国家,但是国内的销售呢,也在迟迟的才开始做起来,那创业真的不容易,之后我们也会专门做关于爵类植物的社群,现在还在策划之中,那如果你对新爱爵有任何兴趣的话呢,都欢迎加我的微信。 OK,那我们先把七夕这件事情好好做,做完吧!